台东县池上香18日下午2044分发生瑞士规模6.8地震 桃园地区最大震度为三级 却惊传巴德区刚完工的国民运动中心天花板倒塌 导致现场运动民众惊恐逃离 甚至有人受伤送医 对此,资深媒体人黄阳明质疑 若三级震度就能让这建物的天花板崩塌 很难想象未来若有更大震度发生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它更进一步挖出该工程的内幕 指出约有9.9亿元是花在巴德国民运动中心 引发热议 桃园巴德运动中心采完工天花板进全震塌 网金,又12亿豆腐渣 台东县池上香18日下午2044分发生瑞士规模6.8地震 桃园地区最大震度为三级 却惊传巴德区刚完工的国民运动中心天花板倒塌 导致现场运动民众惊恐逃离 甚至有人受伤送医 对此,资深媒体人黄阳明质疑 若三级震度就能让这建物的天花板崩塌 很难想象未来若有更大震度发生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它更进一步挖出该工程的内幕 指出约有9.9亿元是花在巴德国民运动中心 引发热议 黄阳明表示 巴德国民运动中心工程案 是在2018年1月16日决标 该工程包含三大建筑物 也就是巴德国民运动中心 大南消防分队 市民活动中心即公托日照中心 当时桃园市政府是一杯警员计划来统称该项工程 黄阳明说明 这标案由瑞柱营造 镇隆工程 石昭勇建筑师事务所一同承包 原本统胞绝标金额为10亿5533万元 不过 根据桃园市政府去年8月27日发布的新闻稿指出 公务局长赖宇廷表示 北景云计划统胞工程面积3公顷 总经费为12亿5536万 也就是后续追加了约2亿元 黄阳明指出 去年10月正式开幕启用的巴德国民运动中心 是该工程的主体 楼地板面积为整个工程的79%之多 而整个统胞标案若以最终金额12亿5536万元推估 至少约有9.9亿元左右是花在巴德国民运动中心 他强调 虽然北景云计划整体工程的总经费多挂 与国民运动中心不能直接对比 但是要说我乱扯 那就大可不必了 而新竹棒球场 桃园巴德运动中心接连出包 也让不少网友哗然 纷纷留言很酸 又是个12亿豆腐渣 地震三级就击溃了 新竹桃园一个样 不止天花板崩落 桃园巴德运动中心墙壁近一踢就破 网全惊呆 有一名网友爆料 该运动中心的墙壁一不小心就会踢破 讥讽跟少女的肌肤一样吹坛可破 还翻出前新竹市长林之间近日付出的名言台积电 也是会有不良品大酸特酸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金十九也揭露 稍早也有一名网友在PTT论坛上爆料 只有民众在巴德国民运动中心打球 正要去救球时竟不小心踢破墙 令他忍不住讽刺到 人人都是功夫高手 这墙跟少女的肌肤一样吹坛可破 这不是豆腐扎工程的话 那就叫做少女肌肤工程好了 这次绿营侧异不知道会不会也推给救国团 这应该也是林之间新中台积电不良品等级的工程吧